男子发生车祸意外穿越到两年前 本想借机就会被谋杀的哥哥 却没想到自己竞成凶手 多次穿越想要改变 可惜最后都是徒劳 今天某位就给大家带来一部高分悬疑电影 雾气萌萌 在一个医院的病床上 小帅猛地醒了过来 旁边的医生说 他因为中毒被人送来这里 就职期间心跳还停了两分钟 惊险得很 所以现在还需要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小帅缓缓起来 准确地跟医生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父母兄弟等资料 可是其他的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医生告诉他这是短期失忆 过一段时间就会好 这天一个叫小美的女孩赶到医院找到小帅 可是一脸懵逼的小帅告诉小美 自己因为失忆根本不记得他 无法接受这个消息的小美 伤心地转身离去 小帅想追上去 可是出门却发现人不见了 医护人员还告诉他 根本没有小美这个人 小帅询问医生自己妻子在哪 这是一个陌生女子大漂亮抱住小帅表示 她就是小帅的妻子 医生想抱住小帅恢复记忆 他们小帅能记起的最后的记忆是什么 小帅说他记得昨天去找了自己的哥哥 大漂亮惊讶地说道 哥哥在2000年就去世了 今年都2002年了 怎么可能昨天去找他 医生表示这是他记忆的断点 示意小帅继续说下去 小帅讲道 当天下着雨 他正在开车 突然一道灯光闪过 然后就一片空白了 大漂亮表示 小帅说的是两年前的车祸 当时他也是被送到了这个医院 医生发现了关键 并表示这个共同点 说不定可以帮他拼接好记忆 但最好还是再做一下检查 说吧 便转身离开了 医生走后 大漂亮给了小帅一巴掌 让他别装了 就是他害死了自己的哥哥 两人正要起争执时 护工进来了 小帅被带去做核磁共振 期间护工还聊起了对死亡的看法 表示每个人都会死 小帅很奇怪 护工为什么说这些 之后护工走了 但是不久 一个奇怪的人走了进来 他好像要给小帅注射什么药物 这让小帅十分害怕 挣扎中 他突然从一个床上醒来 旁边的病友 还以为他发神经了 这时一个秃头医生 走进来与小帅沟通 这让小帅知道了 自己是因为车祸被送进医院的 而且今年是2000年 但目前还是一个单身狗 没有妻子一说 小帅认为 这没道理 自己经历的一切是那么真实 这时他看到进来的医生 和他妻子大漂亮一模一样 小帅更加认为自己不是产生了幻觉 可是医生们认为他疯了 要把他强行按回床上 挣扎中 小帅再次醒在了检查室里 赶来的医生问他发生了什么 小帅说 有人藏在门后想要害他 为了安慰小帅 医生带他看了警察室的监控 发现根本没有出现过小帅说的人 无意间小帅听到 这医院还有一个他在2000年遇到的病友 他赶紧上楼找到这个人 通过病友的证明 小帅确认了两年前他确实在这里 下楼的时候 小美突然冲进了电梯 他表示自己应该理解小帅 刚刚是自己太冲动了 说话便和小帅拥吻了起来 这时小帅也想起了 曾经自己和小美亲密的一幕 但哥哥看到他们好像很不高兴 难道自己有婚外情 一个吻后小美又走了 小帅在医院到处找小美 可最后看到的却是2000年的病友 他怎么又传约了 无奈他来到大厅 大漂亮医生找到小帅 展示了手里小帅哥哥死前 指认小帅的录音 还威胁小帅娶他 不然就送小帅进监狱 说完便离开了 小帅冲出去想找大漂亮 可他却来到一个屋子里 在这儿他看到了自己 把哥哥从楼上推下去的一幕 惊讶间 他又看到那个想害他的神秘人 在反抗中他突然发现 自己又回到了2002年 他找到这里的护士 问到2000年他和哥哥车祸的情况 护士表示 两年前你们三个一起被送进医院 你哥在重症市去世的 你和你哥的未婚妻小美被救了下来 看到这时的大漂亮 他想起来当年他答应了大漂亮的要求 然后是大漂亮动手动脚 让哥哥死在医院的 突然间他又穿越回了两年前 在大屋子里他和小美在亲热 哥哥发现了他们 生气的哥哥赶走了小美 小帅和哥哥在二楼发生争执 推响间他不小心把哥哥推了下去 惊慌失措的小帅赶紧把哥哥送到车上 路上他曾想过直接把哥哥害死 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送哥哥去医院 但漫天的暴雨让他无法看清路面 突然一道灯光闪过 原来小美打电话没人接 他担心就开车回来找他们 却没想到两人刚好撞上发生了车祸 他被送到医院救治 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种种的穿越 只不过是他死前内心的幻想 为了得到心里的救赎 最后能安然的离去 穆薇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穆薇 咱们下期再见